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 欢迎回来明镜slife 好久没有这样跟大家分享我的师傅视频了 最近天天都待在家里 每天最有趣的活动可能就是给自己精心准备一日三餐的时间了吧 所以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我最近一周的早餐食谱 有的时候我有很早的网课 需要很快做好一份早餐 有的时候也会有多一些的时间慢慢准备一份早午餐 所以这舞蹈师傅从三分钟就可以搞定的快熟早餐 到稍稍费时但是很值得的美味早午餐 都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小灵感吧 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啦 第一道是我最爱的三分钟早安吐司 我这里用到了一份没有肤脂的面包 青植奶酪 还有一些有香料的奶油奶酪 还搭配了一点点的火腿 后切一片吐司 搭配上我最近超爱的芥末紫酱 然后再涂一些奶油奶酪 很爱奶酪的我又准备了一片青植的奶酪和火腿做搭配 这里我好像发现把奶酪放在火腿上面更好看一点 最后再撒上一些自己喜欢的香料 这份吐司可能连三分钟都不到吧 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腰果奶 如果还没有喝过腰果奶的小伙伴真的可以尝试一下 超级的香 好啦我的三分钟早餐完成 第二天我打算给自己打一份纤维满满的smoothie 这里我用到了在超市买好的有水果和蔬菜混合的green smoothie的冷冻包 它虽然叫green smoothie但是这个里面的蔬菜真的太少了一点 所以我又加了两片黄瓜 然后加了我很爱的椰子水 用常温的椰子水然后又加了一些黄瓜 这样打出的smoothie也不会那么的冰 然后又给自己盛了一点豆乳的酸奶 因为这个酸奶真的一点甜味都没有 所以就加了一点点的stevia 然后再撒上一些冷冻的莓果 椰子碎和可可碎粒 这份可以算是一个维生素满满又很轻盈的早餐了吧 下一道是我这几年经常会吃的银耳羹 银耳要前一天晚上泡好 这样会比较节省时间 通常这样一朵银耳大概够我吃四餐了吧 第二天拿出来之后就可以把它直接撕成小块 然后再去清洗一下 黄色的部分记得要去掉 因为这部分会比较难炖烂影响口感 我在银耳羹里面喜欢加一些枸杞和红枣 有红枣和枸杞天然的甜味炖出来的银耳羹 真的就非常好吃了 我比较喜欢炖的比较粘稠的口感 大概用我这样的小锅子炖两个小时就可以搞定了 吃的时候加一些南瓜泥 或者是我最近发现加一些豆乳也很好吃 尤其是像我这样在美食面前比较心急的人 加一些冰冰凉凉的豆乳进去 一下子就变成一款凉爽的夏日甜品了 第四道早餐 稍稍会费一点时间 首先打两颗鸡蛋 然后我加入了一点点的杏仁奶一起打散 然后我又加了一些代糖和海盐 喜欢肉桂的同学也可以加一些肉桂粉来调味 这里的面包最好是放了几天 没有那么湿润 然后整切的大块面包 这样的面包才能更充分的吸收我们的蛋液 这里能让面包吸收蛋液的时间越久越好 我大概就等了一个多小时吧 虽然还有一些蛋液没有被充分吸收 不过没有关系 最后淋上去也是一样的 最后可以再撒一些肉桂粉和糖 就可以放进烤箱里用160度慢慢烘烤 等面包表面烤出漂亮的金黄色 等面包表面烤出漂亮的金黄色 然后里面的蛋液也已经凝固了的时候就可以出炉了 然后里面的蛋液也已经凝固了的时候就可以出炉了 真的是外酥里嫩 完全就是酥酥的面包配着鸡蛋布丁的口感 真的超级好吃 好啦 最后一天的食谱 我们要返回我们真正的实力了 我打算给自己做一张千层牛肉饼 饼皮的部分用手抓饼就好 自己揉面真的有一些辛苦 牛肉馅我也用的是市售的牛肉丸子 把肉丸铺在饼皮上压平 然后留一点点空隙 从另外一端像我这样一点一点卷起来 最后封个口就可以了 我这里发现留的饼皮有一点多 就又补了一点点的肉馅 大概一共用了两颗半肉丸吧 这个牛肉千层饼不用加油 放在平底锅里慢慢小火煎熟就好 我加了一点芝麻 这样会更香 它可能有一些厚度 所以最好盖上盖子 这样能保证里面全都熟透 好 我们的牛肉饼就完成了 搭配今天的牛肉饼 我打算给自己做一杯 稍稍健康一些的奶茶 今天来煮的最后一样东西 打算来给自己煮一锅奶茶 用杏仁奶来煮的奶茶 首先先来拆几个茶包 我喜欢喝浓一点的 就来拆四包吧 加一点点的糖 我这个不是Stevia 是其他的带糖 我对Stevia有一点点奇怪的味道 然后拿小火把它稍微炒一下 小心不要炒糊 闻到这个茶香C 然后糖有一点点焦糖色的时候 就要赶紧加入奶 小火稍微煮一下 把奶香茶香都煮出来之后 就可以倒进一个容器里面 这里可以先不用把茶叶过滤出去 这样一起隔夜放凉 第二天的时候 奶茶会真的非常非常的浓香 这个五分钟快煮的黑糖珍珠 真的味道也还蛮不错的 把它倒进锅子里稍微煮一下 其实两三分钟我觉得口感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煮过头 就不会有QQ的口感了 这包珍珠吃完了之后 我也尝试了给自己蒸一份鸡蛋布丁配奶茶 我觉得味道也还蛮不错的 好了 最后这份珍珠奶茶配牛肉千层饼的早餐也完成了 这份应该是我的早午餐了 这样一份吃下去真的是超级的满足 我最近真的是用尽了全力 让自己吃得开心一点 不然每天待在家里真的是要疯掉了 希望今天的食谱也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灵感了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着粗剪好的片段来配音的一支视频 不知道会不会比写稿子的感觉自然一些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早餐分享啦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啦 拜拜 by bwd6